这群老爷们正在策划一场完美骗局 而他们的目标则是当地有名的黑帮头子 大山 得知大山唯一的爱好就是赌博 于是他们打算搞个地下独马场来给大山设个套 老乔先是伪装成独马场的老板 开始接近大山和他玩牌 赌卓上老乔凭借着精湛的签数 很快就把大山的钱给赢的毛都不剩了 在成功惹怒了大山之后 小帅伪装成老乔的马仔来找大山 其实老乔是出千才赢的你 而我已经忍得很久了 不如咱俩点手给他整岛 我来取代他的位子 而你就能赚上百个W 怎么样 大山一听 将信将疑的约小帅明天详谈 而老乔这边已经提前布置好了地下独马场 静等大山的到来 第二天两个人来到约定的餐厅见面 小帅说 两点整会有人打电话过来告诉你哪匹马会赢 你只需要拿着你的两千块钱去老乔的厂子 压这匹马赢就完事 说完小帅就走了 果然没一会儿电话就响了 大山接完电话 就来到了老乔的独马场 按照指示下了注之后 大山坐在那儿开始等结果 结果不用猜 大山买的那匹马肯定赢了 柜台在赔给大山一万四之后 这是老乔走过来装作一副很不爽的样子 发了两句牢骚 这让大山确信 小帅确实有内幕消息 于是第二天便约小帅来到他的豪宅 大山问小帅 你是如何知道内幕消息的哥们 我有个合伙人是电报公司的主管 独马的消息事先都要经过他公司才能传送传选 所以贼靠谱 如果你下次能压个50个W 直接就能把老乔给干的迷等人来 破惨的 但心思缜密的大山要求再次一次再做决定 于是第二天大山在得到消息之后 再次来到了独马场 但老乔这边已经没钱再赔给大山了 于是他让群众演员排在大山的前面 故意拖延时间 等轮到大山下注时 比赛已经开始了 已经无法进行下注 最后的结果肯定是这批马赢了 这时大山提出要见一些电报公司的主管 如果情况属实 下次他直接下注50个W 小帅一看鱼儿丧钩了 然而接下来 他们要想办法搞上一间电报室才行